女孩嘴里必擦上一根管子 卷毛需要做出选择 开拿一瓶 没办法 他选择了左臂 男人转动开关 液体开始慢慢的流了过来 不一会儿就流进了女孩的嘴里 女孩身体开始出处 小心并没有大碍 拔出来是清水 他躲过一劫 接着他们继续玩正经画大冒险 此时 瓶子直向了小太妹 他选择了定性画 男人问他 你选择谁来测试管水 不得已 小太妹选择了卷毛 男人重新将液体推了过来 接着正盖子在线的卷毛嘴里 接上管子 这时候小白说出了实情 原来就在一个月前 男人的弟弟老六参加同学聚会 玩起来真心话的冒险 瓶子直向了有说很多老六 老六欢了 赶忙选择了真心话 这时小太妹开始调侃 如果让你选择其中一个人打不可 你会选择谁 老六畅畅畅畅的站了起来 选择了金翻妹 可没想到 作为男朋友的卷毛 不乐意了 一拳打到了老六的脸上 也正是这一拳 让这帮人之后陷入了万劫不复 一个月后的朱诺 他们收到老六邀请 去他家参加生日派对 等着打目的地 迎接他们的却是他哥哥老八 老八告诉他们 弟弟要晚点回 自己先招待他们 在九过三逊后 他们开始玩起来真心话的冒险 但老八却直接抓住酒瓶 对准了自己 然后他选择了真心话 并告诉他们 老六其实已经死了 就是在这个屋子里删掉自杀的 因此前 他留下的这张明信片 毛头直指上字的真心话的冒险 今天策划这个派对 就是要查清事实 卷毛想要反抗 逼老八一招致火了 小他们也拿起来 酒瓶打了过去 逼老八一巴掌打风在地 随后他拿起枪 开枪射击 来了一个响人位 很小的小帅 很快成了他的走路 并且他们全部绑了起来 接下来 他们要继续完成 计划大冒险 直到找出 寄出明信片的那个人 这一次 酒瓶对着了卷毛 他选择了大冒险 之后 老八推出了一个车子 上面放着两个瓶子 一瓶清水 一瓶油爽 随后 男人打开了开关 液体随即流了出来 只见卷毛嘴里流出鲜血 不一会儿 他就没有了动机 哥哥终于TDD 爆出血痕